上礼拜我们最后讲到负利的转换 那各位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头雾水 上礼拜我们给各位一个程式 那个程式是比较复杂一点点 因为它用的是cos和sine直接去实作 那后来我想一想 如果我直接把负数这一个资料结构 实作出来 那我就不需要用cos和sine去实作了 我就可以直接用负数的乘法去做 所以后来呢我就写了一个 不用负数 就不用cos和sine 事实上还是有啦 只是在负数里面用cos和sine 但是呢 其他部分就直接用负数的加法和乘法去做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呢 这边是在实作一个负数结构 OK 然后呢 负数的加法 CADD就是负数的加法 然后CMUL就是负数的乘法 OK 那你可以看到负数的加法就把两个 实数 实部R是实部 I是虚部 实部和虚部直接加起来 就是负数的加法 那负数的乘法就比较复杂一点 实部乘实部 减掉虚部乘虚部 为什么 因为虚部两个I乘起来变负1 所以变减 OK 那 实部乘虚部加上虚部乘实部 OK 为什么 因为两个乘起来都有一个I 所以放在虚部里面 OK 这是负数相乘 A加Bi乘以C加Di 就会等于AC-Bd 加上AD加Bci 那这个其实实做起来 程式就像这样 只不过我们的A是C1.R B是C1.I C是C2.R D是C2.I 就这样 好 那 另外要算呢 1的IF次方 I是虚数 那F是一个实数 那 所以呢 1的IF次方 我们之前根据尤拉公式 就是CosinF加I sinF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负数的实部设为CosinF 虚部设为SinF 这样就实做了 1的IF次方这个函数 那 实做完这个负数 然后要把它印出来 可以印出来 那这是印出负数的函数 那最后呢 把整个负数的阵列 印出来 这样比较方便 就写 做一个负数阵列的请印动作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写 负数页转换的时候 就变得相对很简单了 这个 慢速负数页转换 不是快速 是慢速 那各位未来演算法里面 会学到一个叫快速复利液转换 它比这个更快 因为它用Dividend Conquer 就是分进和击法去做 那可以让 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复杂度大概要N平方 N平方 有两个回圈 那如果用快速复利液转换 复杂度就只要NlogN 那它的做法 有点类似 你做排序的时候 不是会有泡沫排序吗 各位有学过泡沫排序法吗 OK 泡沫排序法大概要N平方 对不对 两个回圈 那一个外层一个内层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 譬如说 合并排序法 合并排序法就是 切一半 各自去排 排完之后再合并 那那种方法只要NlogN OK 那所以同样的我们的慢速复利液转换 要N平方 但是快速复利液转换呢 只要NlogN 大概是这个同样的类似分款 那慢速复利液反转换 当然就会有一个快速复利液转换的反转换版 那它的做法其实也是很类似 那只是乘的东西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只差一个符号 好 那在这里 最后我们就把这个 经过复利液转换转过去 转过去 变大F 再从大F转回来 变小F2 那这样子你会发现 小F2跟 这个小F是一样的 所以转过去再转回来没有变 那这是 理解了复利液转换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实错的东西 那这个是我们 这次的输出结果 它就跟上次不太一样 因为它上次是印成两排 这次是有实步和虚步 所以就直接印成一排 那各位 有兴趣再看一看 不过今天我们已经不讲这个主题了 所以 这个就留给各位自己去看 那 为什么要看复利液转换呢 因为未来 各位如果上影像处理的时候 到处都是这个东西 到处都是有拉公式 到处都是复利液集数 那像JPEG 就是用复利液转换 里面的cosine转换去做的 那它其实是把 复利液转换有一个 有一个在电子资讯领域上面 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复利液转换 把我们原本的一个时间领域的东西 就是我们通常一个点 我们或者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波 就是远方传来一个波形 在一个时间领域或点领域上的东西呢 我们把它转过去之后变成频率领域的东西 那什么意思呢 各位稍微看一下 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就会知道 我们前面这边说 复利液集数与转换 这边 说1的is 十方的cos s加i sin s 这是有拉负函数的公式 那你会看到 我们企图把一个函数分解成cos和sin的组合 OK 那最后我们发现写成有拉公式更快 就是这么长就变这么短 那只是这里会有一个关系 fn跟an不一样 跟bn也不一样 但是它是an和bn的一个组合 那所以你会看到说 OK 当我们写成这个复利液转换的公式之后 那如果把这个加总板改成积分板 那就会变成真正的复利液转换 这个是离散的状况 这是连续的状况 连续复利液转换 那把它扩展到负线大 就变这样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它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用cos和sin函数 去逼近某个 某个f函数 那这f是任意的 所以这个cosns 这n从零到无限大 这个cosns 这n其实代表的就是它的频率 它的频率 到底一秒震荡几次的那个频率 那n如果越大的话 频率就越高 OK n越大频率就越高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看到像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频谱 OK 这里面的每一个点 其实都是一个常数 就是那个n的权重 那你就会看到说 OK 像这样子我们如果 一个 一个常数 函数的话就转起来 负利液转换只有第0个有值 如果是震荡一次的函数呢 那就只有第1个有值 震荡两次的函数就第2个有值 就说每单位时间震荡两次的函数 就第2个有值 每单位时间震荡n次的 就只有第n个有值 那像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负利液转换 所谓从点领域 就是时间领域 转换成频谱领域的意思 点领域转换成频谱领域 那事实上 这一个 这一个才是点领域 这个才是频谱领域 刚好相反 就是 这个是点领域 因为它代表说 一个时间过去 那我这个电波是常数 或者是这个电波是个sine的情况 那电波是sine2s的情况 或sinens的情况 但一个sinens的波会转换过去 就变成一个 一个n的一个 有值的 其他都没值的情况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边是时间领域或点领域 那这边呢 就是频谱领域 就是 算是频率领域了 那利用sine波和cosine波去组合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们要组合成一个方波 是你要取到无限大次 才有可能会组合成一个方波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 用前面几项的话 其实就已经可以逼近很好了 你看逼近到最后这个 这个蓝色线 或者是那个灰色线的部分 紫色线的部分 就已经逼近的很好 那所以 复利液转换具有这样子的逼近功效 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 我们所讲的东西 那虽然有点 可能对大家有点困难 但是你大概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它可以用来做影像压缩 因为它最后呢 就是把那些系数取得 但是取得之后 它不是全部留着 它去掉一部分 那去掉哪一部分呢 频率高的领域 频率高的领域通常是指那个 黑白交换的很快的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基本上 如果你眼睛看到 你也无法辨认 因为 人的眼睛 会自动做模糊化 所以呢 当你眼睛看到的时候 其实通常那个 黑和白交错的那种东西 你会看成灰色 OK 会看成灰色 那这样的话 那个高频的部分 其实你去掉 并不影响你眼睛的视觉 OK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把高频的去掉 然后 低频的部分呢 用比较多的位元去编码 高频的部分呢 用 用 直接去掉 或者是用很少的位元去编码 这样子你就可以达到 很高的影像压缩率 OK 那这是 JPEG 的做法 那不过JPEG 不是用负力的转换 它是用cos转换 就是负力的转换 大致上只有一半的那个东西 就是 只取cos部分 那 事实上 cos转换跟负力的转换 只有一半的那个东西 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因为 它为了 为了要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当你 持保留cos的时候 它会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它稍微做一下调整 好 所以我们 正常情况下 JPEG 你把BMP压成JPEG的时候 通常压了20倍 眼镜还是感觉不出来 那这是一个很强的方法 好 那这是我们上礼拜 所要看的 那今天呢 我们要给各位看 这个 常为分方程式 那但是呢 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接下来的讲法会越来越 快 然后越来越属于意识流的讲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在 焦点不在数学上 我们只是要告诉你 可以这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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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这是我们接下来会做的讲法 好